大家好 我是阿力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口水鱼 准备一条大草鱼 仰尾部片开 去头 另一半的鱼肉骨片开 片去鱼刺 然后将鱼肉斜刀切成片 不要太薄 切好的鱼肉放入清水中 加适量的盐 洗去血水 将空干水分的鱼片倒入盆中 加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白胡椒粉去腥 撒入一个蛋清 使鱼片更嫩滑 用手抓匀 搅至上劲 搅至有点粘手就可以了 加少许的森粉 锁住鱼片的水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案板 适量的青红黄椒 适量的生姜 适量的蒜子 切碎 切碎后 剁成末 放入碗中 开始调料汁 盐少许 适量的鸡精 少许的白糖提鲜 花椒粉适量 少许的生抽 陈醋少许 适量的香油 辣椒油 辣椒油适量的多一点 搅匀 好了 锅中烧水 锅中水烧开 改为小火 依次下入鱼片 静置10秒钟 否则鱼片容易脱香 好了 改为大火 烧开后煮至30秒 把一片煮熟 撇去浮沫 煮好捞出 控干水分 放入盆中 浇上调好的料汁 撇上白芝麻 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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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